分享吧 那我们欢迎舒文 大家晚上好 其实我从开始知道我要来参加10分钟这个焦点的分享 我就非常的紧张 我是住彰化 然后我每天现在就是来回彰化台中 在我们生夏树这边做手作的皮革 首先我先简短的跟大家介绍 分享一下说 为什么会取名做生夏树的由来 这个是我以前在贸易公司的同事 他自己出来创业做手工皮革 然后他我们设计师呢 因为我们在工作室的前面有一片的绿圆道 那常常我会发现 做到没有什么都没有看到他的人 是我就会很好奇问他说 你到底每天呢 为什么都有一段时间就会不见 到底跑到哪里去玩 然后他就会说 因为他每次如果觉得很烦躁 或是没有灵感的时候 他都会跑到我们工作室前面的绿圆道 去画画去寻找灵感 那当下的那种氛围啊 他说那种情境下呢 会让他有那种很舒适的感觉 因为他会觉得那个阳光啊 照在身上那种温暖 还有偶尔可能就是有那个微风出过来 在身上有那种舒适 他想要把他的作品就是灌入这样的氛围 带给大家这样子 所以就是这么的简单扑实 这个就是生夏树命的由来 那下一张照片这个就是 大家看到这个男生啊 就是我们主要的创办人就是设计师 那这一张照片是我们在中油百货 的文创师集的成果发表会 那也是我一开始加入生夏树的最初最初 在这之前我在贸易公司 做了大概五年的工作 那时常就是要出差到香港或是大陆 甚至是德国 那因为呢前面其实刚好有 三个关篇制的时候是 我有准备 但是我实在是有点小紧张 所以我想说带路到十分钟的这个介绍 然后分享给各位 其实我在这之前呢 离开贸易公司之前是因为 我家里自己有一些遗传 其实就是在肝的部分比较不好 那相对的话就是因为在贸易公司的这个工作 是属于一个比较高压的环境 那到后期的话 其实有一些同事就是 比较附和不了这样子的环境氛围下面 然后就一一的离职 那我就是在 在自己考量之下就是到后期的话 其实我自己每天有时候压力会大到有点睡不着 然后到后面就是很认真的思考说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了赚钱呢 还是健康重要 那有一段期间的话就是 莫名的很忧郁晚上睡不着 然后就在家里就想说还是重新思考一下人生的路 然后我就离开了之前的贸易公司 然后在家里休养的期间 刚好跟我们设计师有联络到 然后他自己出来创业做手工提可 那他的话因为他之前是在婚纱公司担任一些平面设计 然后像洗铁切卡一些平面设计的这一种工作 然后在貓公司的部分是我们是做卫浴五金类的东西 那他设计的开发的产品 我们也常常到国外去展览 然后甚至有很多国外的老家也很欣赏他的作品 那我们也销售到世界各地 那这个的话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家里就是想说 重新再思考自己的路 然后很多加上身体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然后一直心情上会比较忧郁 然后他就鼓励我说刚好他创业 然后没有什么人手 那我就去工作室去帮忙 从最简单的皮带手工皮带制作开始 然后我发现呢 在我去工作室帮忙以后呢 才发现说原来手工制品 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 举例来说像一个简单的皮带 另外我们从裁切 我们都是买意大利最顶级的植楼格 就是植物去 从植物里面去萃取丹林酸去揉制那个皮革 然后每一个步骤呢 都是需要非常的耐心 因为像你在裁切皮革的时候 你只要一个不小心抱到旁边 那可能你整张皮革就不能用了 甚至在染色的时候 你不小心沾到其他的颜料 那一张裁切好的牛皮 也是必须要重新来做 那我会说 为什么会跟锤子结下布解资源 是因为我的爸爸从小 从我小时候 他就是做广告设计的 所以我小时候就是会看着他拿着铁锤呢 然后再敲打那个铁皮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看板 那我想不到绕了一大圈 这么多的经历过很多其他的工作之后 我现在呢也是又回到跟锤子在一起 因为皮革这种东西 它是一个有硬度而且有厚度的东西 所以在制作的前面呢 我必须要先在牛皮上面去打洞 之后才能开始把它缝起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制作皮革的过程 像上一张的话就是一个 一小片每一个配件的话 就是裁切成一小片 然后这是我在缝制的过程 以前我没有接触过手工皮革之前呢 我觉得说包包看起来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用机器啊 直接车一车就好 不晓得说这种植楼格的特性呢 它是只要你在边缘磨上水 然后用木棒去滚它 它就可以把旁边修饰得非常的光滑 那植楼格这个特性呢就是说 对环境是比较没有污染的 那我也觉得说我们的设计师 就是它兼使用这个皮革 植楼格的这个主要材料 来制成很多皮件啊 或护照夹或是笔带 然后让这个使用 就是对环境没有污染 然后也可以长时间的 让消费者去使用它 那这几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成品 那像最左边黑色的那个部分呢 就是前面刚刚看到的一些照片 这个客人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 一开始就是直接是网路上跟我们订供 然后他有做了一些小修改 那当我们把那个产品送到他的手上以后呢 他看了很满意也很喜欢 因为他觉得一个好的东西 就是需要很大的用心 然后他隔了大概一天两天 又下了一个另外一个包款 因为这是包款 他是送给他的男朋友 那他的朋友收到的时候 就觉得很开心啊很不舍得用 那接下来 因为我在这个学习 就是在做手工皮件这个过程 我发现真的要很大的耐心 因为我一开始在缝制的时候 我常常可能在敲打的时候 不小心就是把那个洞打歪了 我就没有办法把那个牛皮 那个皮件把它组合起来 那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也很多的压力就是会慢慢的疏忽 不然其实我在之前那样子的工作环境下 然后还有身体状况 比较差的状况下 就是一直觉得自己 就是有一股很消极的力量 然后可是在做的这些过程当中 就是每天的敲敲打打 然后还有缝制这个包包 就会让我觉得心里是 就是会得到很大的释放这样子 我也希望说 现代人就是 不管说创业者 或者是大家就是 在工作之余 还可以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抒发 然后 我觉得现在 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说为了赚钱或者是工作 然后就忘记健康 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为当你失去健康以后 你真的才会知道说 你要很珍惜的过每一天 那我也希望说 我们这样子美好的东西呢 可以带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释放那个 紧张或者是压力很大的那种心情 就是偶尔在工作之余呢 还可以来学学做手工艺 然后把一份好的东西 然后亲手去把它制作起来 送给你的家人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你自己 不好意思 那谢谢大家